继续我们要关心是三星激黄一亮相 不管是对手宏达电或是三星自己本身 今天的股价表现都还蛮暗淡的 跌幅都超过了2% 那么其中宏达电再度创下今年的新低 而最新公告的大股东持股 那么日前说这个护盘应该讲说 去年大概是在上半年时候 董事长王雪红他动作平平 本来说他说要这个进场去买 果然他在去年6月时候进场买进了5000张 但是至今其实一直都还没有最新动静 从五月天上台前到现场车牌画面 宏达电新机发表花絮首度大公开 全在15号公布的时间点跟三星S4刚好相同 似乎在互别苗头 只不过三星S4一亮相 宏达电股价却是开高走低 重挫将近3%再创今年新低 而三星也没有好心情 同样下跌超过2%作收 尽管股价跌跌不休 但在去年就宣告护盘的董事长王雪红 二月份依旧没有进场 等于已经十个月没有再加码股票 而执行长周永明也是近三个月来近悄悄 只是三星亮相外资也不看好 外资认为宏达电得要通过三个关卡 除了零组件管理跟维持产品良育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行销战力 HTC One本来就应该觉得应该会卖得不错 所以你这时候的零组件供应还来不及 我觉得这个管理上就应该要检讨 三星延续铺天盖地的行销站 宏达电期待扭转颓势 接下来就看苹果怎么出招 东产新闻众宝导